买金过年寓意着新年里富贵吉祥 不过受访金店就表示金价高昂 消费者购买的欲望下降 购买人潮减少了近一半 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就表示 不明朗的环境助长了黄金投资的热情 那么来年黄金避险需求看涨 来跟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这家位于美世界中心的金店 推出各式各样的龙年吊坠 业者说往年临近春节旺季 营业额一般会增加约两成 不过目前买气似乎还热不起来 店家加大优惠力度 也推出更多款式的饰品 还有其他的好运的 比较带招财敬宝这些 今年会比较差 农年比较差 去年比较好 因为现在行情很坏 跳我看差不多要一半了 新加坡金钻珠宝商会指出 这个春节民众对金市的需求 预估同比减少约一成 商会表示由于从今年起消费税上调 百分之一 有许多消费者已经在去年的圣诞期间 预先购买 虽然目前的买气叫淡 不过黄金作为避险的保值工具 经济前景不明给黄金制造了上扬的空间 预计下来的热度会慢慢回升 去年12月金价达到高峰 一盎司大约2130美元 目前回落到约2030美元